这样我是可乐 今天的挑战是 站在太阳下会燃烧 今天任务是抓一些动物回家 上一期我已经说过的 但是这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地形并不是刷新动物的好地方 我需要找到动物 再把它们勾引回家 感觉每一步都好艰难呀 完了 天气紧了 不下雨了 我要没了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站在阳光下 就会着火要血 还有这里森林多 要是在草原上 真的是寸不担心 你说我这样举着盾牌 我就看不见太阳了 从里太阳应该也就看不见我了 那我是不是就不会被烧到 并不会 好的 计划失败 还好我带了一个水桶 只要我在水里 好像就不会被烧到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我只有一桶水啊 这怎么活 而且这样速度会不会太慢了 计划又失败了 死回家了 再出去天都黑了 这不就是我的地盘了吗 要好好地用这个夜晚 找到动物 我连小狐狸都找到了 就是没有找到小羊 而且连这个森林都没有出去过 更别说找草原了 太难了 早知道生存的第一天 就不把那几只小羊和牛沙了 你敢相信吗 我找到羊了 而且上面后山还有 好多羊啊 快乐 开心 掏出兜兜里的小麦 来 跟我回家吧 就是天快亮了 我有点害怕 不想看见太阳 我在看左边并没方向 着火了 快到树烟下 我的羊跟上了吗 我的羊呢 还有一段烟 冒起来了 不会被烧死了吧 为什么呀 好难啊 坚决不放弃的 我等了一个下雨天再出去 希望能有一个好运气 25分钟过去了 这小草地这里再次找到了牛河羊 而且这次又是下雨又是晚上的 我一定能好好的把他们领回家 嗯 来来来来 乖乖到姐姐这来 姐姐带你们回家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一回头 牛美了 怎么就只有你们两个了呢 哎呀怎么又掉队了 哎 反正这个回家的过程 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次 本来是有三只牛四只羊的 走到最后变成了两只牛两只羊 幸运的是我在雨晴之前 总算总算把他们带回来家 太感动了 期间也就花费了 嗯 几年吧 就不把他们放在外面了 我怕被小怪物们杀了 哎 你怎么这么怕 连门都进不来 还是放家里安心一点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点关注再走 我们下期见 拜拜